在近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有一个赛上绿洲又郁县 70多年来靠着迎难而上艰苦奋斗 立在长远的又郁精神 这块不毛之地的森林覆盖率 从不足0.3%上升到57% 创造出了黄土高原上的生态奇迹 那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到这片赛上绿洲去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山西右域的霸王殿村 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的是森林浮育工作 什么是森林浮育呢 同俗点说就是为了促进树木生长 采取的各项措施 包括除草 松土 施肥 灌溉 修枝等工作 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的就是修枝工作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工人们他们修剪的都是树木底部横向生长的树枝 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这样一方面修完枝之后 树木底部通风量条件得到了改善 能够起到防止病中害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能够促进树木纵向生长 树木长高了才能够更好地发挥防风固杀的作用 别看这里现在淤淤冲冲的 之前都是黄沙丘 在这里有一句俗语 叫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白天是点油灯 黑夜土堵门 这也是描绘了解放初期 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老百姓艰难的生存状态 当时地处毛巫苏沙漠边缘的右域 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还不到0.3% 而沙化面积就达到了76% 可以说是风沙肆虐 黄沙弥漫 在右域植树有两难 第一个难就是种树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土质是非常的疏松的 握在手里 它很快就会流掉 近乎于沙土 流动性是非常的强 所以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在这种条件下种树 需要挖一个一米的深坑 把树根埋深 从而能够保证树木成活 第二个难就是成活难 大家想一下 在这种条件下种树 当时种活一棵树还是非常的难的 因为人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任连着一任干 一个目标 一张难图 七十多年呢 植树造林是不松懈 不动摇 这才将这个不毛之地呢 变成了现在我们这片赛上绿洲 如今啊 优育的森林覆盖率呢 上升到了57% 生态好了 土壤的这个结构呢 也得到了改良 土壤是这块地 过去啊 只能够种年土豆油麦几个品种 产量的很低 现在啊 这个豆类 谷类 胡麻 玉米等等都能种 收成呢 也是过去的好几倍 夏天啊 是右育最好的季节 天蓝 云堤 塞北大地呢 高低起伏 满目从容 一眼望不到头的草长上呢 成片成片的张子松 还有油松 小叶羊呢 点缀期间 浓绿 翠绿 交相会印 不断优化的生态环境呢 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分支塔来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呀 今年上半年呢 右育全县的景区 接待人次呢 达到了282万人次 同比增长11% 可以说在右育 绿水青山 正在向金山银山转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